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7月9日 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要講一講 國安公署這個問題 我們有幾個角度去分析 首先要用一個言論角度去分析 然後 再用一個政治角度去分析 以及實際的經濟角度去分析 這件事 分析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今天網友 報料就是最近少了那些 建制派 政府的廣告在我們這裏出現 可能是嚇怕了 或者收到帳單就覺得 搞不定了 但是 某老千 還有很多廣告在這裏 大家記得 瘋狂追擊 不要讓他停 一定要一見 見一個就按一個 另外有一個網友提供 他說在我們那裏 十幾分鐘節目出現了一小時的廣告片 那些算了 別看了 你開另一個分頁才看 你不用看的 你點擊了他之後呢 你解錯了看廣告的意思 看廣告的意思 是電腦幫你看 你不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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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連這些都要再解釋一次吧 一小時沒理由看的 很多聽節目的都是老人家 你慢慢講解 所以 看廣告就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 看廣告的意思是 你點擊了他 丟到一邊 電腦就當你看了 這樣為止看廣告 不用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時間一個小時的也是一樣的 處理方法也是一樣的 好了 我們 現在要正式說國安公署 國安公署 正式就是現在 找到臨時的辦事處 這個就是在 天后的銅鑼灣道 其實他那裏是近天后 他那個區域或分 還是當是銅鑼灣的 銅鑼灣道的 叫做維景酒店 也是近天后站的 沒錯 那麼 這個是昨晚時間 前晚應該說 前晚時間 凌晨12點就封爐 封到 昨天早上的12點 就是 報紙很多東西 昨天有網友報料就說 經過的時候 在晚上經過的時候 就有幾十架的警車 即是大的警車 那些22座的警車 那些警車 就有十幾二十架 拍攝在整條 英皇道 然後就把銅鑼灣道封閉 到了今天 他們在早上說七點鐘就 開幕了 又說揭幕了 揭幕了 揭幕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那張揭幕圖 你會看到 這個 不是政治格局分佈 但是你看到有兩幫人 站在兩邊 一邊就是林鄭月娥 駱惠寧 另外一邊 梁振英 董建華 還有這個 鄭雁雄 抹開了兩邊 這個抹法是不正常的 我告訴大家 他正確的抹法 就是林鄭月娥站在一邊 剛才說那堆人站在另一邊 現在的情況 是林鄭月娥看到風向的 這個國安公署的真正話事人 是誰 這個 其實這張圖也很好看 全宇宙都知道梁振英和林鄭 是不妥的啦 大家今天就要看到 還要笑騎騎地扯著這塊東西 假裝Fan 駱惠寧和林鄭 駱主任和林鄭有多Fan呢 我們認為駱惠寧 絕對不是一個盲無 在權力鬥爭上 對呀 在山西省委書記 不少的 因為山西是傳統的煤礦大省來的嘛 這是礦老闆的集中地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書記不簡單的 你一定要鎮壓得到這些煤老闆 一定有板子來看 到底前一任 他的前一任是怎樣下馬的 你作為主任 你們不會不看的 你的上一任衰甚麼事 我告訴大家 林伍衡也是跟金有關 林伍衡也是跟金有關 那個叫金手指 這次真的是說玄學 這次真的是說玄學 這個王主任 基本上的背脊 比麥妃還要辛苦 比金槍人 比金槍人的背脊 林鄭超級樂妃老母 穿篤背脊 所以 一看那張圖 四個字 每日一成語 茅合神利 中間要隔開了兩邊 還有 想跟大家補充一點這個 正眼瞳的背景 很多人會專注一下這個人 說豬老會上樹 即是外媒信得過 沒有豬 會上樹 他是 這個叫做 潮州人來的 海綠風人 其實他也是會說廣東話的 難怪是像王陽達 有些假戀耳朵 髮型 他比較帥氣 他戴了一副眼鏡之後 他的樣子敦厚了 是不是 我覺得他敦厚了很多 說說他的背景 其實他是團派出身 他是 現在廣東省委常委裡面 唯一一個廣東人 但是現在他調到香港之後 廣東省委常委 沒有廣東人 即是說 整個廣東省委的常委 整個廣東省委 已經是控制在習近平的手下 所以 我們很大 有理由相信 他現在是 做這個位置 基本上 是沒有實權的 真正的實權 應該是駱惠寧 而這個駱惠寧 擔任這個顧問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叫做國安公署顧問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 胡耀邦 和 趙紫陽時期 當時有所謂 八老治國 那八個都是顧問 但是那八個都大了 什麼都要問 香港人一定不熟悉 所以 就不明白中共那一套 所以 雖然是敵對勢力 有空聽一下 紅旗意得到 這次的照片很明顯告訴你 林鄭月娥也知道誰才是主人 所以 所以 不會跟公署的署長 走近 而走去跟這個顧問走近 因為他都聞到淨槌 這個才是主人 輕輕 人家叫輕輕就馬上就擺手了 你想想這隻狗幾天 然後 我們要分析一下 為甚麼他會選擇這座酒店 因為這座酒店 其實是從經濟角度 原因就是他們國安公署那麼多人 那麼大派人下來 哪補到一間酒店 住以三百人 這裏有二百多間房就對了 因為你很難找一間酒店 可以讓你們住得完 而且裏面又可以整座酒店包了之後 裏面的會議室就用來開會 宿舍 他現在不是要考慮辦公 才考慮睡覺 才考慮住啊 因為你一定要住嘛 難道自己打散了租酒店嗎 如果全部人都住在同一座酒店 就方便一點啦 當然也是要仿效中聯辦 中聯辦 聽說裏面是一座商場 甚麼都有的 超級市場 又有餐廳 這裏 當然這裏也有餐廳 你也知道酒店經常有一家餐廳的啦 附近都是天候而已 附近有很多東西吃的 附近有很多黃店的 你去吧 然後吃肚子 不會的 肚子他們跟著抓人封艇 說你違反國安法 分裂國家 分裂國家 所以奉獻黃店 聽到有普通話 你幫親小心一點 一分鐘就被人用國安法抓你們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經濟方面 這個又解決了經濟問題 因為這座 酒店是棕櫚自己的 所以不做外人生意 成棟給你們用啦 那麼現在呢 我覺得他這座東西 我想最多都是用半年 現在是 在外面在密室 成棟寫字樓 就是將來要給他們用的嘛 到時呢 真的不知道住哪裏呢 你想想想那麼多人 可能要學這個 那個 其實現在等於在這個銅鑼灣 因為看到西環就建了一座中聯辦 現在要在這個東面 其實是說到 那還不是很東的 還不是去到 太古的那些東西 也算是東區了 因為已經到了天后了 東區頭要建另一座塔 兩座塔 大家有沒有看《魔界》 每邊有一座東西在 每邊都是在這裏 每邊都是在魔塔 那麼他們 到時我覺得都應該會找一座整座商用大廈 我們自己用的 這個酒店 始終呢 酒店還是酒店 很多東西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不過現在起碼解決了住的問題 不過我也提醒大家 魔界的劇情 大家也知道會怎樣 兩座《Two Towers》 什麼下場 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 正常的故事 魔軍當然是不會勝利的 當然是被人摧毀 當然是被人摧毀 這裏呢 我們就 會不會有這個下場 不知道 風水學上面 這一座東西 背後是金龍道 因為 他們是 又有金流在後面 在後面的金流 大家要小心 這個就是我們 那個問題所在的風水源河問題 金龍國 在鄭里的後面 上次已經有一個在後面中金了 王主任慘中幾十刀 金槍人 這次後面又有這個叫做金龍道 又是 後面慘中 金手指 他本來打算有靠山的 現在沒有靠山 後面只是一條金龍道 那你想一下 那個後果會怎樣呢 雖然你 看著景觀很漂亮 看了整個維園 因為當日我們說中聯辦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 忽然間有一天是有 大量的老鼠出現 鼠患 要找鼠王分過去 所以王主任就 實守塵環 然後呢 王主任就出事了 西環就出事了 這也是一種啟示 現在 看著景觀 看著景觀 看著維多利亞海港 內地人其實對於維港 他們很著迷 他們在香港 首先要插旗 一定是維港兩岸看得到的 之前有一個 賣走的一個大牌子 在香港找廣告牌 指明 多多錢都給 一定要維港兩岸的大廈 一定要顯眼的 所以他們看到維港的大廈 看到了 所以他們是特別著迷的 對於這類的東西 不過呢 忽略了風水問題 忽略了 金龍台 忽略了一條金龍在後面 沒有想過背後的金龍是有多麼危險 是的 所以我們也要提醒他們 公署裏面的這些職員 提防給一些小人 因為在駱惠寧跟林鄭之間 我們也是很接近的 我們也寧願會支持駱惠寧 因為這個女人 太狠毒了 大家也看到王主任的下場 十分之悲慘 到底 新的香港政治版圖權力格局是怎樣呢 我們這節就不說了 我們留下一節分析 一直都沒有說完香港的新版圖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